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我知道很多朋友觉得 它有一点 怎么讲蓝吧 但是其实它也没有那么蓝 至少它不是TVBS那么蓝 好吧 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比较多人注意的是这个 一幕是说 有人说民进党执政会带来战争 国民党执政会带来和平 您是否相信这样的说法 它其实是对 整个这个说法的一个评论 就是完整的这个说 民进党会带来战争 国民党会带来和平 你是否相信 那么68.6%的人不相信 18.9%的人相信 9.1%的人没意见 3.4%的人不知道 那意思就是说 近七成的人并不相信 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恐吓的说法 国民党的支持者 多数是接受的 这个大家也能想得到 那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呢 是包括 就是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呢 可能就是说大部分是不接受的 那中间选民 自认为是中间选民的人呢 5成7是不相信的 但是1成1是相信的 那也就是说 就是说 总体而言的话呢 是说就是你越是 就是国民党支持者多数是接受 其他政党呢 基本上不太接受 而中间选民呢 是有一成是相信的 那我觉得就说 这个情形呢 可能比大家想的要好一点 比大家想的要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 当然就是在总统大选里面 就等于说 有的时候你很少的票数 就是决定性的嘛 那你说中间选民 这相信的这一成人 其实就已经很要命了 对 虽然说只有一成人相信 但这一成人兑换成选票 那就是那就是很多票啊 对 所以说 还是要继续努力吧 但是说 我觉得就等于说 台湾人 其实就说 应该说理智的人是大多数 理智的人是大多数 就是被国民党恐吓住的是少部分 但当然就是就是我说的 这少部分人 他可能在选举的时候 他会起一个决定性的力量 民进党党主席 赖清德的 这个改革的表现 感到满意的是五成 我觉得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就是你 你也就是意味着 就是说 好像台湾整体民众 甚至你可以说 就是偏蓝 或者这个 就是大家对赖清德的 感想还不错 印象还不错 那当然这离选举还很远 但总归是个好事嘛 对于侯友宜参选 2024总统正当性的这个问题呢 那基本上大家是不太赞同的 过五成的人认为侯友宜不该 不适合参选 支持侯友宜 认为侯友宜该选的是只有三成 这三成你可以想象 肯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嘛 那也就是说其实 其实就是中间选民 应该说是比较不赞同 但是我觉得蔡英文总统的声望 那目前呢 是就是说 就是说赞同 略少于不赞同 但我觉得还算在误差范围内吧 就是一半一半吧 对就是说 赞同蔡英文总统 这个政策的 是41.9% 不赞同的是44.6% 就是略微 蔡英文总统 就是不赞同蔡英文总统 施政的是略微的高于赞同的 从趋势来讲的话呢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声望 就是从 就是最差的 就是去年 九合一选举最差的那个状态 是应该说是略微好转 陈建人内阁施政 满意度还不错 接近半数 接近半数 还好 满意是49.6% 不满意是26% 然后民族认同 这个就是一贯的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认定是台湾人的78% 认定是中国人的7.7% 即使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9.1% 不知道 5.2% 不知道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样 你是荷兰人吗 美国人吗 你是哪里人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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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知道蛮怪的 认定自己是中国人的 好像涨了 蛮有趣的 这个我不晓得 你们看 就是说 从2022年的 4月 和2023年3月之间 认定自己是中国人的 从5.3% 涨到了7.7% 这个上涨是怎么回事 就不晓得 就不晓得 嗯 可能是怕死吧 哈哈哈哈 枪指着你的时候 就说 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嗯 当然那个 相信的人 可以去看一看 我 我专访陈律师啊 在我的 我有一个人物专访 就是大家如果去我的主页 去找那个 嗯 这个就是系列吧 嗯 我有一个人物专访的系列啊 大家可以去看啊 专访陈律师 陈律师是中国人啊 然后他说这个 去迎接蔡英文总统啊 在纽约迎接蔡英文总统的时候 就是 那些中国人喊着 中国人 这个不打中国人 然后上来把陈律师他们给打了 嗯 特别惨 嗯 从方方面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有从 从去年1126的那个谷底有回声 嗯 继续加油 嗯 大家继续加油 嗯 好多台湾人会跟我讲说 第一代第二代外省人 第三代外省人或者怎样 哎 我跟你们讲就为什么给我的感觉 就是国民党 上一代的人比较会说人话呢 为什么 为什么中间代下一代 他们就越来越不会说人话呢 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不知道 看国民党的话 国民党是越来越差 啊 越来越差 啊 就是说 哪怕 你想你想国民党里面的中生代啊 年轻一代 他们都是在台湾出生的人 但他们真的越来越差 对 嗯 那 他们的支持者的状况 我觉得也可能是类似的 嗯 他们有一种整体道德和素质滑坡的状况 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 他就是 这里抛开 抗中保台 不论 你不觉得整体国民党的素质 谈吐 啊 然后他们的政治素养 啊 甚至身为人的素养 整体滑坡 因为我真的挺惊讶的 我就想说 哎 就怎么 就上政治道了 那个 那个人 我怎么觉得说 哎 他看起来就 一点都不像国民党啊 一点都不像 就是现在国民党啊 要像现在国民党 都是这样的人物 我就觉得说 哎 好像 好像也还可以嘛 国民党他 他跟中国走近本身 其实就把他这个党给毁了 嗯 应该是 我就觉得国民党 他怎么 就是 他们上一代的国民党 和这一代的国民党的素质是不一样的 这一代国民党的素质 远远 远远比上一代差太多了 嗯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你们 你们怎么就不能睁开眼看一看 就说你们的党 你们的党 你们的党毁了 嗯 你们的党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要不对比 你看不出来 你要不对比 你会以为国民党一直都那么烂 其实不是 就是上一代国民党的那个人 他不是那么烂的 嗯 他实际上是因为跟中国太近 中国把这个党给毁了 嗯